大家好,主播慷慷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美国商务部长Howard Latvick数日之前 对外证实了美国川普政府计划以晶片与科学法案提供的补贴换取深陷财务危机的英特尔10%股权的传闻 并暗示美国政府还计划将给予台积电、三星、美光等厂商的晶片法案补贴也计划转为股权投资 随后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川普政府并不打算拥有台积电这样正在美国增加投资的公司的股权 补贴换股权模式似乎仅限于存在资金问题的英特尔等公司 而在此之前台积电内部据称已经考虑退回美国晶片法案补贴 以避免美国政府提出股权要求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在与来访的辉达执行长黄仁勋应参后接受媒体采访时 也回应称 美国政府已宣布不会入股台积电等已扩大在美国投资的半导体厂商 在此背景之下 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报道 苹果 AMD 辉达 博通等美系晶片设计厂商都在持续下单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晶圆厂产能 台积电为应对大客户需求 亚利桑纳州晶圆二厂和三厂的量产时间都将提前 消息人士透露 台积电美国亚利桑纳州第一座晶圆厂原定于2025年量产 但已提早于2024年四季度量产4nm 第二晶圆厂原定于2028年量产 但目前正加速脚步 目标是在2027年初期或2026年的量产 第三座晶圆厂最快有望提早于2028年前后量产N2和A16制程 整体有望比原定目标提早至少4个季度 台积电此前也已预告 将采用300m制程技术的亚利桑纳州第二座晶圆厂已经完成建设 并且看到来自美国先进客户的浓厚兴趣 正致力于将量产进度加速数个季度 以支援客户需求 台积电采用2nm和A16制程技术的亚利桑纳州第三座晶圆厂已经开始动工 由于客户对AI相关的需求强劲 也考虑加快生产进度 之后的第四座晶圆厂将也采用2nm和A16制程技术 第五座和第六座晶圆厂则将采用更先进制程 美国客户大力支持 是台积电美国新厂快速成长与赚钱的关键 值得一提的是台积电美国子公司TSMC Arizona 在2024年四季度量产之后 再在今年一季度就已经实现了新台币4.96亿元的盈利 不过母公司台积电任列的投资收益仍亏损达新台币19.31亿元 但是在今年第二季度 净利润就已经达到了新台币42.32亿元 首度为母公司台积电带来新台币64.47亿元投资收益 即便美国制造成本高昂 但是如此之快的就实现盈利 也反映了台积电美国先进制程晶圆厂的强大盈利能力 不过台积电此前也指出 从2025年开始的未来五年 海外晶圆厂量产将导致公司整体毛利率遭到稀释 初期影响约为每年2%至3% 后期将扩大为3%至4% 面对毛利率遭稀释的压力 台积电强调 将持续透过在亚利桑那州扩大规模 并致力于改善成本结构 亦将继续与客户和供应商伙伴密切合作 以管控相关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 近日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访问台积电总部 并与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见面 洽谈辉达下一代 Rubin GPU生产 黄仁勋还透露 目前辉达有六种产品设计定案并下单台积电 包括CPU GPU MVLINK晶片 网通晶片 与交换器晶片 以及吸光子交换机晶片等 业界指出 不仅汇大大力拥抱台积电 OpenAI等 AI巨头对台积电尖端制成需求 也快速成长 委托台积电重要客户博通 Marvel等厂商合作开发 此外 英特尔虽获美国政府入股 有助于英特尔晶圆代工业务的发展 但目前英特尔自家的基于英特尔18A制成的新品尚未量产 这也使得一些有兴趣的客户仍在观望中 而在台湾厂区方面 台积电更是持续推动重磅举措 据台湾媒体工商时报报道称 台积电于8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永续报告书 披露了台积电近年来持续推动本地化供应链的成果 2024年台积电在台湾的采购的间接原物料占比超过了六成 报告显示 台积电2024年在台湾采购的间接原物料比例达65% 超越了原定的64.9%目标 台积电海外晶圆厂的本地化采购间接原物料比例也高达64.6% 超出了原定的63.6% 在可持续供应链管理架构下 台积电都设定有明确的阶段性目标 针对本地化采购 台积电表示 正朝2030年将台湾的本地化采购间接原物料比例提升至68% 全球本地化采购间接原物料比例则预计于2030年达到67.5% 显示台积电对于深化本地供应链的决心 也反映了台积电积极扶植本地供应商 有助于当地建立更具韧性的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 台积电指出 主要原物料采购 依循多元料源 品质控管 在地化采购 永续营运四大方向 制定完整管理行动方案 确保供应链稳定运作 为此台积电持续推动或维持在地采购比例 支持在地供应商提升技术与品质 降低成本及碳排放量 借以提高在地采购量 以台积电在台湾建厂所使用的混凝土为例 除主要供应商 借为台湾本地的混凝土公司外 所使用的水泥也大多数借为在台湾生产 而供应链业者观察 近年明显感受台积电积极推动 尤其在2奈米制程 已经有不少台系厂商 在不同制程段打入 如用于薄膜沉积制程锡丙 台特化有望在NinoSheet奈米片 扮演药角 新硬材也为台积电开发 并供应表面改制剂Rinse 底部抗反射层Buck 洗边剂EBR等微影制程材料 而过去台积电的很多 例如特殊气体 化学品则主要来自于日本厂商 在零部件采购方面 台积电目前在台湾本地化采购的零配件比例达46.0% 供应链业者透露 台积电也会帮助其完成制程精进与品质改善辅导 因应近年地缘风险上升 台积电也正在进行原物料多元货源方案开发 总体来看 面对全球供应链日趋复杂的挑战 台积电持续关注全球原物料市场趋势 为降低断供风险 台积电持续强化半导体供应链任性 这也推动了台积电供应链在全球半导体领域的竞争力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